嗨,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李翰老师 我们今天要来讲就是车友寄给我的影片 好吗,我就里面指点 因为这个赛道我也没去过 它是上海国际卡丁车厂 这个我没去过,好吗 所以如果我有讲错 或者是有什么说的不好的地方 请多多包涵,好吗 因为我学数学的吧 这个人稍微比较直一点点 如果有讲不对的地方 多多包涵,好吗 OK,那我们就开始了 这个车厂蛮漂亮的 路好平哦,好美丽 这时候车友刚好过龙门驾 这个车友我觉得开的算不错的 有一定的程度 开的不算差 它在处理几个连续弯都非常好 就是油门敢踩着 然后敢去转动方向盘 过那几个连续高速完 还不错 它还寄很多圈给我们 这好像总共有大概六分钟左右 我这个赛道真的蛮漂亮的 相当美丽 它现在好像慢起来 让后面的车子过去 也许它想追击前车吧 嗯 有,它可能有再努力做一下 好像也还好 好像它的速度也放慢 如果今天是要追击前车的话 我觉得尽量跟近一点 你可以不要操掉它没有关系 但是你尽量跟近一点 你会看到更多的东西 好,前车好像也在放慢 感觉前车好像 也在找弯速的感觉 他好像在习惯这个车子啊 找这个确切的弯速的感觉 嗯 嗯,这车友继续开下去 继续练习下去 一定会越来越好 好,你一定觉得我这样讲很客套 对不对 啊,不好意思 你总的,对不对 是吧 如果真的我要讲啊 我会觉得就是方向盘 好,因为我一个很大的感觉是 它握方向盘会这样 这样一直动 一直动 好,就是在推或拉的时候 一直动 我常讲嘛 方向盘它是感受就是车子抓地力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回馈 所以你应该在一个 类似在一个固定的位置 哦,这个它闪得很漂亮 哦,这个它闪得很漂亮 哦,这个它没事 哦,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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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闪得很漂亮 嗯 像我就是太急了 我常常人家看到人家spin 我就想从旁边这样加速 这样冲过去 它就没有勉强 它就直接,没关系 就设进去床里面 这车子就是安全的 这到底什么 不要像我一样 不要学我 我都想说人家spin 我就从旁边再这样绕过去 因为我想要继续追击啊 不要被它影响啊 对不对 那你看 车子就坏掉了 好吧 好,它现在就把车子推出去了 OK 好,但是应该车子应该是没事的 好 所以我就说它那个方向盘 就是 我是觉得要固定在一个地方 如果我给这个车有建议 我建议它可能先固定在一个地方 然后去感受那个轮胎给你的回馈 好 就是固定在一个地方 就是 不然有时候你这样拉 你这样转 你这样推 可能那个 手的感觉 都会不太一样 OK 因为其实开车就是 就是在训练你的感知啊 你的感知有手嘛 有脖子嘛 对吧 然后有背嘛 对不对 有肋骨嘛 是不是 有屁股嘛 有腿嘛 是不是 然后有 踏板 OK 然后你的重心 这些都是你的感知器 全部都是你的感知器 车越开越好的人 当然感知器就会非常的好 你看那个Kimi Antonelli 现在要去跑F4 好酷喔 他上次一跑那个KZ 测试就拿PP 对吧 对吧 你看他的感知器就很好 他就知道怎么样去 哦 顺便叫一下各位车友 他车子开出来刚刚轮胎上 是不是全部都是草 我建议各位车友 不要这样顺顺的绕 我建议车友 可以赶快先把它磨掉 就稍微磨一下 因为他稍微磨一下 就很快就磨掉 知道齁 就稍微左右磨一下 就很快就磨掉 不然他这样就是 你让他顺顺的开他 掉的速度没有那么快 但是建议啦 因为在比赛的时候 尤其是你冲出去 如果真的要出来 赶快磨一下 赶快磨一下 所以我是建议就是 他那个握方向盘 握的那个方向盘 就是手尽量不要就是 拉扯或是一直变来变去 我是觉得固定一个位置 OK 那我是觉得他的刹车 应该快要进步了 我觉得 因为我讲一个道理 就是大家都知道 刹车可能在 我们就讲一个法夹弯 大家都知道是直线 撒砰下去嘛 对不对 然后要刹到好放开嘛 是不是要砰下去要放开 要很精准 不能锁死 但是你叫所有的人 一开始下去 砰不能锁死 我跟你讲 绝对抓不到 你绝对抓不到那个点 你绝对抓不到那个点 这个影片没了 好 你绝对抓不到那个点 你绝对抓不到就是 他砰一下去的那个点 然后放开 你抓不到 那所以他练习必须要有方法 他必须要循序漸进 像有车友问老师说 就是 为什么老师刹车分成五个阶段 因为这个就是我学习的顺序 那我觉得学习的顺序是不可逆的 我自己也曾经有试过就是 我可能想从一跳三啊 然后或者三跳五啊 或者是二跳四啊 我跟你讲不行 没有一个可以省略 等到你熟能生巧以后 你自动就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 这是我的心得 OK 所以练习要有方法 为什么我常讲就是 基本功很重要 因为基本功一开始给你一个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练习的方式 等到你把它熟透以后 我们当然就可以干嘛 往下一个阶段迈进 不然一开始叫你直接 碰 碰 碰 做不到 真的做不到 我真的不骗你 你做个半年 做个一年 我相信你应该也做不到 可能是我姿子比较愚昧 OK 可能也是我年纪比较大 搞不好Kimi Antonelli就做得到 对不对 但是毕竟大家不是神童吧 对不对 他是神童啦 OK 好啦 这就是我的心得 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就这样 如果有想要就是 我在跟你们讲影片的话 欢迎寄给我 好吗 那就这样 拜拜